你有没有感觉我们的生活在变得越来越卷 你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 你学习的内容越学越多 你生活的环境越玩越小 如果我们的内卷进一步加剧会发生什么呢 隔壁的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当下社会的教育 过去的韩国为了补习花天价 家长为了补习卖房子 那么最后我们也会走向这个方向吗 大家好我是UP主童话顺 教育一直是国人关注的话题 但是比起教育内卷 韩国的内卷是我国遥不可及的 虽然韩国只有5000多万人口 但是因为巨大的升学压力 令韩国补习文化十分流行 韩国学生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学 补习班加三点一线 一天睡4个小时才能够考上大学 假如一天睡了5个小时 也许就会落榜 这就变成了韩国学生的宿命 简单说就是社会进入教育内卷时代 那么韩国正在经历的这些 我们最终也会走向这条道路吗 韩国的教育体制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你要说啥子 我能听不懂啊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当代韩国学生的生活压力有多大 为了让我后面说的内容 大家有更深的了解 首先放出我查阅了的文献和报告 报告显示 韩国高中生的平均睡眠时间 排在东亚三国的最后面 在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间上 不到6小时的中国高中生为30% 日本为46.6% 韩国为57.9% 整个韩国高中生的平均睡眠时间 在4.9到6.5个小时 但是韩国学生的睡眠真的那么少吗 在韩国留学多年的up主告诉你 是的 韩国在全球都有着非常响亮的名号 那便是深夜补习班 这个称号来源已久 晚上自习10点结束 不是直接回家 而是下一站补习班 补习班上完就差不多晚上12点多了 回到家洗漱一下 不是直接睡觉 而是要开始继续做学校 或者补习班的作业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 这个并不是高三冲刺 而是从高一开始的常规操作 至少一个星期三次 或许对于国内的同学来说 这个仅限于在高三时期 但在韩国这个模式从高一就开始了 据韩国朋友称 这样的补习热钞 当时达到了班里的95% 在高一高二的时候 班里大部分的同学都参加了补习班 主要参加的是英文和数学补习班 不过到了高三开始 大家慢慢不上补习班了 因为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 在韩国的高三 主要是靠自己的复习 或许你会想 韩国的补习班也是和国内一样的吗 他在补习班里学习的内容 是将在学校内的知识再复习下 不懂的内容重新讲解一下吗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这里要说明的是 因为在韩国 校内的考试 会比平时上课的内容要难上很多 如果仅仅是靠课上的内容去考试 是非常难的 所以韩国的补习班 不仅仅是针对学校里的内容 更是要比学校里 平时学的内容要难得多 如果没有补习班的加持 对于一个普通的高中生来讲 想要考上一所好的大学 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在太令我意外了 和国内更不一样的是 韩国老师的更替 在国内高一开始一直到高三 都是同一批老师的教学 最后高考师拼搏的是 你最后自己的努力成果 但是在韩国你会发现 高中生的所有老师都是一年一换 在最后 即使是你的高考成绩很好 如果在校表现不够合格的话 你依旧上不了大学 在韩国想要考上一所好大学 除了高考成绩之外 还有校内平时的成绩 包括参与校内外的活动 以及班主任的评价 前面有说到 韩国是一年一换老师制度 三个班主任的评价 对于一个韩国高中生来说 也很重要 说到这个 你有没有想到 也许在国内上学的你 上课睡觉 或者玩手机被抓包的情况 如果在韩国高中生 做出这种行为 将很难毕业 UP主专门去查了一组数据 是关于中韩高中生 升学率的对比 在2021年末 中国的升学率达到57.8% 而韩国仅仅达到31.7% 说到以上这几点 你可以看出 韩国的学生有多卷了吗 如果不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韩国的大学 首先第一个 就是在大学期间 你可以在前两年或后两年 把所有课程一次性修完 这样的教育机制 是十分考验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 因为在韩国 所有的课程都需要靠抢的 只要你抢上 便可以进修 而在国内 大学四年期间 每年的课程 学校都会帮你安排的满满当当 直至将你安全的送入社会 但在韩国 如果必修课抢不上 这就意味着 你将无法毕业 而学校也不会推出相关策略 帮助你正常毕业 第二个是 如果在国内 听到有同学休学的话 可能会以为他生了大病 或者家里有大事 但这在韩国却非常普遍 学生决定休学的原因迥异 有准备就业 积累持续经验 海外旅行 服兵役等 第三个便是在韩国上课期间 课堂上有些教授 不进行全班点名 而是直接抽查回答问题 就例如国内的高三 又或是通过提交作业 进行出席评判 不过最多的 就是在课堂中进行内容发表 以及教授一对一谈话 对比国内大学 大课还能帮同学签到 这在韩国就属于离谱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了解 韩国的这些教育形式呢 它和我们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当我们抛开现象 看本质时 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根源都会汇总到一起 就是现如今的就业形式 不管是韩国还是中国 就业制度 及两国的教育发展过程几乎是相似的 曾经在韩国所经历的六年义务教育 再到后来的九年义务教育 直至现如今 我国禁止补习 我们在这里深度了解一下 在50年代朝鲜战争后 韩国开始重建 在停战第二年 韩国推出第一个 初等六年免费义务教育计划 教育预算占比从1954年的4.2% 一直增长到14.9% 五年后韩国入学率达到95.4% 上学的人多了 毕业后就业情况明显好转 很多人意识到 只是改变命运 全民开始拼命读书 小生出中考的压力明显增大 复读也随之而来 从这个时期开始 复读班各类补习学院开始涌现 1968年7月15日 韩国推出了初中面试 就近入学制度 就是不干成绩 根据居住地决定初中去哪里上 于是在这个期间 补习班的数量明显下滑 但这个现象只缓解了很小的一段时间 问题就再次出现了 初中虽然免是高中还是需要考试的 但是好高中的数量不多了 所以导致中考难度越来越大 上名校的诉求也没有变化 最终又回归到补习之路 1974年开始 朴正希决定取消中考 大力推行高中平准化政策 强调平等 平均 平衡 公平的教育 但是这个政策执行没多久 补习班却越来越多 问题就在于 即使中考不用考了 但是高考变得更加激烈 虽然韩国的大学不少 入学率也不低 但是名校偏偏就很少 当时排在前几的好大学 也就是首尔大学 高丽大学和严氏大学 所谓sky的三所 就是和中国竞争的 985 211是一个逻辑 所以导致最终的结果 就是补习行为更加加剧 在60年代初 韩国共有补习学院500多个 在实施取消中考后 1975年就达到3000个 于是在1980年 韩国又推出了 730教育改革政策 核心政策有三点 一 增加大学入学考试次数 以减少激烈竞争程度 二 成立教育管理委员会系统 提供低价的课外补习 三 所有大学生和学校教室 一律禁止 提供有偿的私人课外补习 为者将受到处分 但实际情况却是家长们 斗智斗勇 各种招数层出不穷 有躲避高峰时段检查的 有老师深夜到家里提供辅导的 有老师装成亲戚或家政阿姨上门的 有条件好的家长 直接把老师接到别墅的 甚至有家长开车 让老师在车上给孩子补习的 等到了90年代末 这一份禁令对于当时的韩国人来说 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1997年 韩国家长们每年花在补习上的费用 就达到了韩国GDP的3% 而和整个国家花在教育上的公共开支 几乎持平 最后导致的副作用就是 在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 韩国的均等化教育发现与世界脱节 缺乏有特点长相突出的年轻人 于是政府再次推出特募高 也就是类似于高中实验班这样的形式 主要针对学科的外语 科学 艺术 体育等进行学习 很快这类高中出现了几十所 招生人数也超过一万人 这类学校特点就一个子 贵 学费是普通公立学校的六七倍 但是没过几年 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进入Sky的比例大幅上升 这些学校实际就成为了超级私立民办中学 90年代末的教育改革后的成果 就变成了有钱人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使得社会更加不公平 社会矛盾明显增加 2000年4月 韩国最高法院对禁止补课的法令予以取消 理由是禁止补习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 这意味着之前几十年的各种努力基本失效 韩国补习文化也彻底进入疯狂增长的时代 据统计 韩国家庭收入70%都花在了私人教育上 而韩国是全世界在补习上花费最多的国家 也因此印发了严重的债务问题 根据调查显示 28%的家庭无力偿还的债务 最大的是房贷 第二就是教育 现在的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感觉了呢 最后我们也会走向这条道路吗 我怎么觉得刚开始 教育本身从宏观微观来看 有两种责任 第一是为社会各个行业输送不同类型的人才 从而使得社会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不断发展 第二则是使人作为一个单独个体 获得更好的自我发展 关于上述的教育意义 希腊的柏拉图就曾经在理想国中有过详细的论述 而韩国的教育过程 主要是通过中考高考 两条重要的人生轨迹进行的 不论是当时的普克禁令 还是如今全民开放 终究的结果就是在未来获得社会流动的资格 韩国在教育的反复横跳也是被迫无奈 但是他们的这一顿折腾也让我们明白 疯狂的内卷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 相反还会有巨大的副作用 让国民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 希望我们国家未来的教育不要走韩国的老路 我是UP主 同华顺 关注了解更多与己相关的社会问题 我们下期见